自在人生大學堂 啤梨 自在人生大學堂營養餐單之健康飲食進階 今集講防癌飲食餐單 除了我啤梨外 還有營養師來自身形心形的Kathy Hello 大家好 啤梨你好 Hello Kathy 你好 今集我們講防癌飲食餐單 很多人都很留意 因為香港人很多時都很注重健康 又或者反過來香港人很不注重健康 因為他很不注重健康有病 然後突然覺得當時就要注重健康 這個說得很好 對呀 很棒 我很喜歡 大家就是這樣 好像說得很注重健康 其實大家很不注重健康 病的時候 哎呦 我頭暈了 我要注重健康 頭暈是健康 那一刻 對呀 其實你知不知道為何香港平均人受這麼高 不知道 就是我們很大機會就是因為醫療當然好 但是我們香港很小 如果有什麼事去醫院距離很近 嗯 是 是 是 但是香港人在亞健康狀態其實都挺多的 不是一個很健康的生活 但是因為譬如你在外國很遠才去到醫院 可能有什麼特別的事去不及 那就再見了 那也是 這些地方這麼大 香港當然有一間在左近 你很緊急 其實也不用在急症室太久了 還有香港雖然也有很多人在公立醫院 但是其實也有很多醫生和護士 其實醫護人員的付出是很大 所以我自己作為一個在社區上做一個 叫做Prenative Health Care 就是一個預防的生活上 健康一點去幫助大家 少一點發生一些病痛的話 就會減輕醫院的負擔 是啊 剛才你說我們在香港去醫院也很近 我記得有一次在外國在加拿大 朋友他不舒服 然後他駕車去醫院 去到醫院的時候可能因為大 感覺人們也少一些 雖然環境很好 去醫院可能也很好 但是你到了醫院 你找一個急症室也很慢 其實如果說做事的速度來講 香港人是全世界首位一指 真的很快 我想先給香港人一些正能量 我們應該要讚一下自己 因為我們的效率是超級高的 你問我本來今年來講 我讀老師 輔導的教授 他自己本身有不舒服 他在腎上有一個小鈕 於是他做手術 做完之後他一直都過瘦 而且他很尖寒 尖寒得不舒服 我就去跟他煮飯 煮一些有營養的湯水給他喝 調理一下他的身體 但是他長期加拿大和香港兩邊離開 因為他其實已經移民了 但是他為什麼也要回香港看醫生呢 他就告訴我一件事 因為其實在加拿大看醫生很慢 很慢和很慢 香港就很快 如果有錢就直接去私家醫院 立刻做手術 他自己本身回來 就很快地在私家醫院做手術 但是他說很怕回到加拿大再處理 因為那邊是很慢和很慢 結果他也很心急過人 怕會延醫 還有香港的醫療也很先進 還有很完善 所以最後決定香港做醫療手術 所以香港人也不需要太擔心 當然如果你這一刻有病 當然最重要是看醫生 但如果你這一刻很想知道自己如何 預防得好一些或健康一些 都有很多原因 譬如說我們生活方式 對呀 因為其實如果說癌症來說 都有幾樣東西 有些人會說為何我這麼健康 但也有癌症 為何我這麼不幸運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有些是不能計算的 譬如首先我們解釋一下癌症的流程 原來每顆細胞都有機會變成癌症的細胞 我們每個細胞都有細胞核 細胞核裡面也會有一些基因負責複製一些細胞 那裏有一個製的製 如果那個製造成癌症就不斷地複製一些細胞 但是我們有自我保護機制 就會關掉它 就說停止去再複製 如果我們其實在一些環境污染下 有很多的自由機產生 就會踏著這些癌症 但我們也有一個修護機就是關掉它 但如果我們遺傳性質地 我們的保護機制原來是比較弱的 原來就是很容易被人 被那個自由機踏著癌症 不會關掉就變成癌症了 那我怎樣處理這個按鈕呢 其實是這樣的 如果你說遺傳有沒有聽過 如果有乳癌 家人有乳癌的機會就會很高 有聽過 遺傳性質或搶癌都會是家族做普查 譬如家人有搶癌 他們家人其實都要每年去驗搶 是 有聽過 所以遺傳的因素都佔很多 如果家人是有歷史的病 那你就多些去諮詢醫生的意見 是的 預防性治療 沒錯 因為患癌都分四個階段 如果我們在一個很早的時間發現 看到有危機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跟醫生的建議去做處理 我們存活的機會就比較高 遺傳是我們不能選擇的 家人本身有這些癌症 但是生活上有沒有什麼因素 令到我們比較大機會患有這個癌症 都會有的 就是譬如我們剛才說 有個叫自由基 這個東西是會搶著癌症制的 那自由基從哪裡來的呢 原來在環境的污染 就是無論是空氣 食物 或者是所有的海水 什麼污染都會有的東西 自由基尤其是馬路邊 那些廢氣很多的地方 都會有很多自由基 那就是說那些 有時候有人說海污染得很髒 海裡面的食物就很容易有致癌 就是因為有很多這些人 對 因為是一個食物鏈 我們透過大魚食小魚這樣計算 可能大魚存活之後 那個污染物會比較高 包括重金屬也好 包括其他污染物也可能有機會致癌 而自由基就是一個比較主要 他序癌症制的一個物質 而他其實每分鐘攻擊一個細胞 是很多萬次的 嘩 真是不可以忽視這件事 對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要減少自由基 除了你說空氣污染 什麼污染有自由基 原來千年油萬年油都有自由基 嘩 經常說千年油不健康 大家真的不要用千年油 特別是上一代的人覺得節省 其實什麼叫千年油呢 究竟 煮完油煮的那些 我知道 因為在一個地方 我開車經過 經常看到一間賣魚蛋 煎釀三寶 我感覺到那一鍋的油 是沒有移動過的 即是他開檔的時候 好像已經在這裏 他煮完之後 又繼續用那一鍋油 是不是這樣 是啊 這些千年油 其實還有其他的 其實你就說 你逛街的小食檔 炸東西的那些鑊油 你看到就是千年油 你確定了它 還有一些你是意想不到的 當然你可能知道 一些食肆裡面 其實炸起的那些東西 裡面的鑊油 其實和你剛才看到的鑊油 都應該不會撐太遠 他們都可能會再重用 多數都會 另外一樣 譬如你家裏都會 自製千年油也不頂 家裏為什麼呢 什麼情況 原來現在最新的研究 就是如果你的油 炸過或者煎過一些肉類 然後放在一邊 然後再重用的話 其實都會致癌 蛤 那就是說其實不省得 不省得 譬如你用油炸了雞扒 然後你打算 這麼多油炸了幾件雞扒 油不要浪費 然後你就用油來炒菜 那些就是一些不合格的油 哦 那就是說如果大家以健康為先的話 就是油炸完東西 炸完肉類 炸完肉類 真的倒掉了 是的 因為如果炸肉類的時候 其實它會是 那些肉類炸完 炸完後會有些 令到油變質 然後就會導致 可能會引致癌症的機會 比較高 另外還有一些就是 可能你去買一些零食的時候 那些零食其實都用了很多不同種類的油 如果譬如餅乾 你吃了 擺久了的餅乾 你發現有益味 是的 益 油益其實就是折癌 哦 所以其實都連貫到一起 因為油益和那些千年油 都有一種油益的感覺 其實都是這樣 沒錯 現在做了零食 都可以放了一些抗氧化的物質 令到食物不容易變壞 氧化油類 但是我們如果在儲存當中 儲存得不好也會有益 有益味大家都不好吃 甚至是怎樣呢 你買了一些粒粒回來 是不是也會有益 會的會的 放久會有益 會的 也會致癌 你以為很健康的時候 就是致癌的時候多賣 哎呀上一代就是 我媽媽就自己炸腰果 很喜歡炸完放在瓶裡 有時候會益 益了就要丟 是啊 她又說再炸過 哈哈 千年再千年 對 這個大家都要很留意 還有就譬如 有些麵食是炸過 放久了它都會益 所有炸東西都要留意 但是現在我聽聞 很多食肆都會留意到 有些大型的食肆 譬如炸薯條那些 都已經是每天會換油的 每天會換 但是始終都是reuse 都是全日的reuse 如果不是炸肉類是ok 炸薯條即是不是肉類就ok 但是如果炸肉類的油 翻用油就差一點 你會令我想起一些快餐店 一些快餐店 特別是舊式的港式快餐店 你會看到有一個類似油炸的 放進去炸雞腿 又放進去 午餐肉也是放進去 腸仔也是放進去 豬排也放進去 那一定是千年油 還有不止 例如你看到的檔口 就是煎養三寶店 那些小姐不是在炸的 你會看到一邊炸下去 那些不是有些煙升上來 是呀是呀 聞得多的那些煙會致癌 哦 原來這樣啊 嘩 如果是那些小姐也高危 其實那個小姐真的很高危 因為她長期有聞這些煙 所以做廚房那些都會 有時有聽聞過肺癌被煙癌的機會都高 也是呀 廚房那些 還有剛才你說路邊聞那些死器 我又想哪些職業會牽涉到這些 隧道口那些 隧道口那些 她經常都會聞到這些 沒錯 其實交通景都會 就是聞到街上那些 可能交通景不是八個小時在街上 但是如果你說那些隧道姐姐 她真的戴上口罩都比較穩定 所以其實有時工作沒有辦法 大家做某一類型的職業 可能你在生活上 你就自己做些保障自己的措施 剛才說戴口罩 沒錯 買一些好一點的口罩來戴著 對 還有就算我們燒夜吃 我們透露那個炭腦都要小心一點 炭腦 燒夜吃真的很久沒有去 你這樣說起我也是很想念 小時候很喜歡去石澳 石澳 淺水灣這些地方燒夜吃 自己拿一些除了炭之外 還有那些很容易燃燒火的炭精 炭精 這些都是會致癌 譬如你去燒夜吃 透露的時候 炭是未燒得很紅 對 就會有些煙 對 有些人很心急 就是把雞翼放進去燒 對 用煙醃 煙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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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時候就是這樣想著 快點 快點 很肚餓 要吃腸仔 現在超肚餓 就拿去煙 那些煙醃才會致癌 你說那些 譬如你燒得很紅烈的火 反而煙醃 不是有煙的 其實是火來的 燒是沒有問題的 OK 如果我這樣想 煙是不好的 那些煙燻什麼 煙燻什麼 那些食物 相對地不是那麼便宜 要炭燒 炭燒那種才是 另外就是 譬如燒的東西都會是 燒的東西 對 都會致癌 你說燒的東西 令我想起 很喜歡吃 上環的一間煲仔飯 那些煙燒 那些煙燒的東西 對 不要吃太多 後來我經常說 我老公聽得我多 說得多 他現在比我更緊張 他每次 有時候我都很想去燒東西吃 我燒東西吃的時候 如果燒焦了 他就立刻喝著我 就說千萬不要吃焦啊 老婆焦啊 不要吃啊 對 老公很愛你 還有我們會燒到火很紅 才會放一些食物去燒 就是因為知道有這個狀況 對 那也好 你說完全戒除燒食物太過煩 生活上有很多食物 不會的 不需要 對 你只不過選擇地 讓火更強才燒 對 也好 另外我們會吃水果 為什麼呢 因為水果也有很多維他命C 有抗氧化的營養素 可以中和自由基 咦 這個真的少 去燒東西吃 很少買水果 最後吃不到 喝涼茶就會 小時候很誇張 小時候我記得家人燒東西吃 是煲糖水的 在燒東西吃最後的煲糖水 也對 也對 不要燒熱 很浮誇 帶一個大鍋子煲糖水 很棒 對 因為家裡很多人 我媽媽和叔叔 很多人煲糖水 我覺得很浮誇 但還可以 你是不是有一個阿爺很大年紀 大年紀 我記得好像差不多 我媽媽 我媽媽大年紀 接近一百歲 99歲 99歲 我記得去你婚宴那裡 我知道 你有一個老人家 是很大年紀 很厲害 對 就是他煲糖水 就是燒東西吃的時候 他煲糖水 哦 很厲害 他很懂得去養顏 原來就是一個生活裡面 小小的點滴 養生之道 下次要捉了媽媽來講 剛才說燒東西吃的時候 到最後吃水果 吃糖水也是很好的 是啊 另外就是 譬如你燒東西吃的時候 如果能夠帶生菜包著肉吃 包補更健康 這個就真的少 但有時候吃某些菜式 可能是越南菜 有些菜包著肉 但燒東西吃香港人很少 是啊 或者你去韓國燒烤也一樣 是啊 韓國燒烤 是啊 有些生菜 蒜頭 是啊 蒜頭和蒜素 都是抗氧化的 哦 不是蒜素 那個蒜素 不是蒜素 蒜裡面有蒜的素 素是三滑一洞 然後巧思邊的小字那個 是啊 是蒜素 哈哈 哈哈哈哈 即是那些元素 都是抗氧化的 那是抗氧化的 所以韓國人燒完肉之後 就會找生菜包著蒜片 包著肉 然後再捲起來吃 其實就比較健康 因為始終生菜都會有維他命C 其實韓國人都經常吃燒 是啊 炸雞 炸雞 都是很多這些 即是我們今天講的話題 都很關他們的事 是啊 有些傳聞就說 泡菜都是抗氧化的 哦 這樣就平衡了 是啊 但這個就不是很有研究指出 但是韓國人都會有這種的飲食文化 啊 這樣 剛才講到說 就是宵夜食是其中一種 街上聞些 那些死器是其中一種 還有什麼食物 是容易令到我們有這些 其實當然就是我們 如果生活的方式是不健康 譬如我們真的一天不吃足三餐 然後又喜歡吃零食不吃正餐 然後喜歡吃餅乾多過吃粉麵飯 這些都很容易致癌 為什麼呢 餅乾為什麼呢 因為始終它是加工食品 我們說 其實它加工裡面的一些 可能會不會有一些 元素 譬如一些防腐劑 或者添加劑 會不會增加治癌的風險呢 當然 食物及環境衛生局 也會有指引說 加工食品有多少的添加劑 為之叫安全 但不要忘記 譬如它說它的製造裡面是安全 但當我們一天可能吃很多的時候 我們是一個叫做 accumination effect 即是一個累積的角度來看 可能你一天裡面吃超標了 自己可能不知道 那倒是呀 即是有時吃餅 特別是吃一下不覺不覺 這樣會吃很多 對呀 你又吃一下餅 然後有時候又吃一下其他的零食 加上防腐劑和添加劑 例如色素等 它雖然都是在一個世衛標準裡面 但是當你加上去到量太多的時候 就可能有一個致癌的風險出現了 嗯 這些都是儘量吃少一點 那還有什麼食物我們要留意 例如吃隔夜的食物會不會是不好的呢 其實隔夜的食物來說 我們會覺得在翻熱的時候 究竟熱不熱得透 細菌是不是都可以殺死了 這樣去吃就會避免了食物安全的風險 但是你說致不致癌呢 暫時就沒有一個很有研究指出隔夜菜會致癌 有些很多傳聞就說隔夜菜會致癌 其實這個就是怎樣來的呢 原來這些菜在一個室溫底下 就會有一些微生物發酵的過程 衍生出來的biproducts 就會可能是一些致癌的物質 但是我們通常吃剩的菜 會不會是放在室溫那裏 最好放進冰箱 就算我們去泡妃的時候 煙中3至4小時 真的有些數度eting 所以矽 poco程度會很低 但是致癌的隔夜菜 其實需要放在室溫至24小時 那才感到致癌 所以只要我們放冰箱 放得好一些或者用保鮮紙封好一些 就不會有交叉感染 其實就會沒問題 因為冰箱真的很重要 我們香港人 又可以令到我們的食物保存 亦可以令到我們健康 但是否一定要用保鮮紙包著才不治癌 還是無關? 純粹免是交叉感染 純粹就是有些生育 菌又多些 如果放在旁邊 很容易細菌就會交叉感染之身 有保鮮紙封住 當然會減低了風險 我想問你 因為Kathy也接觸很多不同的客人 很多客人都因為想飲食 想健康來找你 那裡面有沒有試過一些不同的病的客人來找你 你又要配合相關的食療給他們 最主要我們在社區做 我們都會做一些 預防治療 我們多數會提供一個健康的生活 屬於他的生活的習慣 應該怎樣去做 可以做一些預防性的治療 多於去治療一個病 如果治療一個病 我都會建議大家找醫生 去做一個諮詢 跟進行癌症 因為我知道很多癌症病人 都會聽坊間一些食療 去做一些自行治療 甚至他們會不吃藥 然後做一些坊間一些食療 去幫助自己抗癌 其實千萬不要這樣做 因為癌症不是說玩笑 始終與時間分秒必真 如果不及早治療 我相信只是用食療 是沒有辦法可以處理的 所以最重要是聽專業的醫生說 特別是專科醫生 剛才Kathy說到 預防是很重要的 現在大家在聽我們的節目 包括我自己也是 要預防令自己健康 不要只說癌病 其實任何病都要預防 我們吃東西都可以令自己 抵抗力高一點 沒錯 你又夠睡一點 自由肌又少一點 少一點去日曬 很晚熱的地方曬太陽 這樣自由肌會少一點 我以為你經常以為曬太陽 會殺菌 原來某程度上 也會殺菌 例如衣服 殺菌 但你自己本身 整個人 在晚熱的太陽下 不要多過十分鐘至十五分鐘 如果你說 少許邪陽 或者一早起床 太陽沒有太陽 去到頭頂那麼正 時曬一會 其實都幫助我們產生維他命D 幫助我們吸收鈣質 但如果我們在暴曬的情況下 其實自由肌就會產生 侵害我們的細胞 哎呀 自由肌真的太自由了 我經常都無端端中缺 其實我覺得認識Kathy 真的好 和你做節目也是好 因為Kathy 不斷令我們身心也健康 有時自己會在香港生活 工作都會忘記自己的健康 飲食 會呀 就算反過來 有一些過分注重健康的人 原來產生了壓力 即是對於我怕我不健康 而產生壓力 都會令到自由肌會增加 自由肌真的很難搞 我經常喜歡自出自入 是呀 因為其實它在周圍空氣之中都有 譬如輻射都可以是致癌的 所以為什麼那時候日本 它發生了事故之後 海嘯之後 那些人就很害怕 日本怕三癌症 就是因為其實輻射都會致癌 其實現在在香港來說 都很多輻射 例如很多電訊科技 都會有一些輻射 我們可以接收到 是 即是那些可能 所謂電話 我們要收一些信號 都要有很多發射站 發射站 有些地方 香港都試過說 在發射站的樓的頂上 然後那棟樓有幾層接近發射站 有幾層不謀而合地 有很多家人都有癌症 所以其實我們都很難避免 在一個城市生活 其實是的 所以現在的電視可能就好些 但舊式的電視 我都聽人說過特別厚的那些 他們相對地發放出來的幅射 是更加高一些 沒錯 電腦等等都會 所以香港有很多花光癌 其實它自然的石頭裏面 有些輻射都有背景的 一些輻射 都會影響 另外有一些是病毒的感染 我們控制不了 是的 這些很難避免 避免不了 病毒是看不到的 你說用消毒鹼液 或者消毒劑 消毒了手才吃東西 減了細菌 但是減不了virus 那這些真是 不能搞 這些就是很幸運 其實很可以說 是的 還有留意著 可能衛生局的公佈 衛生署公佈 我們看到一些新聞 知道這陣子有什麼食物 原來是有病毒 那陣子就避免了 是的 再者就是我們自己的生活習慣 有些人說 有些悔氣說話就說 我是頑定 健康的人都患癌症 我也不理了 很多這些 這些只是一些比較例外的例子 大家千萬不要 因為這些例外的例子 而不注重自己的飲食和作息 很多時候 譬如你問我為什麼 那些人這麼健康 也有機會有癌症 可能它就是先天性 遺傳性質 又或者是 他可能剛好有病毒感染 也不奇怪 即是有些沒得解釋 但大多數都會有一個 和生活習慣有關係的原因 而我們能夠控制的 就只有這個原因 譬如我生在一個這樣的家庭 我都沒有辦法可以撕掉癌症 難道我們自暴自棄嗎 那倒不是 我們都盡我們的所能 去健康一點 那怎樣可以做到呢 譬如我們都要有夠睡 因為足夠的睡眠 會減低自由的侵害 還有就是睡覺的時候 都會幫助我們的收穫機制 可以修補一些細胞 睡覺其實就算你睡很多 但是你睡覺的質素不好 同樣地都是代表不好 沒錯 就是玩手機 玩著來睡 一睡醒都還沒醒 就已經按著手機 尾癌症對眼都慢 現在最新就說 藍光都會令眼睛 會有散光 甚至會有視網膜的脫落 這個都要小心 另外就是除了睡覺作息之外 有些人有沒有聽過 有些人說睡覺不可以夜睡 就算夜睡 多少個小時都補不回 有啊 有聽過 特別是補不回 怎樣睡都補不回 通了一天燒 一個星期都補不回 是的 因為其實我們人的生命 都是跟大自然息息相關的 如果從中醫的角度來看 因為晚上的11點至3點 凌晨這段時間 就是修護肝臟的時間 而肝臟就是排毒 所以如果這段時間休息得不好 都會較容易治癌都不頂 當然這個是中醫的角度 暫時還未有一個很實實在在的研究 會折癌 但如果是這樣 我們對保養身體來說 早些份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但香港人生活急速 比較長時間工作 我們盡量這樣做 另外就是吃東西方面 會不會是我太隨便吃 例如我真的會經常吃煎扒 或者炸飯盒 例如我們打算要粟米斑塊飯 好像很健康 原來斑塊也炸過 可能它用千年又萬年人油來炸 然後回回粟米汁 你又以為我吃魚很健康 其實暗藏危機 你這樣說 我們出去炒菜吃飯 很多這些東西 一碟粟米斑塊飯 一碟咕嚕肉也是炸的 其實都有些危機 所以通常我都會建議大家 一個星期兩次去吃這些豐富的食物 但其他時間都不妨有空的時候 未必是一定拿零食來吃 會不會考慮一下 拿水果來吃一下 去中和一下這些自由肌呢 那有沒有一些人 因為偏食又容易不小心 這些是容易令自己有病的人 都會的 不吃蔬菜水果 自然就是一些抗氧化營養素 可能還硬症的機會又會高了 香港人呢 其實你看到他們 大部份是喜不喜歡吃蔬菜水果 是不是很少 其實如果你在街上 是沒有什麼可以吃的 如果你叫一碟 茶餐廳的碟頭飯 沒有想過有一個菜 你要另外叫一個菜 對呀 又或者你吃過兩關牛肉飯 都會多收拾菜和肉 對呀 所以可能特別是 經常出街吃飯的人 都要想一想 要特意吃一些菜 吃一些水果 水果也可以代替菜類 因為如果在街上沒有菜 很難說無端端自己錄一碟菜 不如你也很忙 沒有時間準備 也想想多吃一個水果也是好的 其實水果也很好吃 很奇怪 我不知道 我自己很喜歡吃水果 但不會主動拿水果吃 你忙的 但其實越酸的水果 越抗氧化 越可以中和自由基 但如果當水果在我面前拿來吃 我是很好吃的 我不是不喜歡吃 其實很多香港人都是這樣 是呀 忘記了它 是呀 要特意擺放 而且你一吃 整個手都是汁 做事不方便 而且外出沒有機會 如果外出吃飯的人 很多餐廳都沒有水果吃 對呀 然後回家又睡覺 好 又買一些水果回去 又忘記了吃 爛爛爛下 又免得買 所以不要太多吃 但最主要 大家如果想抗氧化抗癌 吃一些酸的水果 因為維他命C很豐富 不要怕酸 其實是很有益的 今天就知道多了很多 關於這方面的知識 當然如果你有病 最重要是要去看醫生 聽醫生的指示 今天要在這裡 多謝Kathy和我們聊天的題目 謝謝